哈喽大家好,我是NG,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唐老鸭俱乐部之失落的神灯这部电影 这天,全世界最帅最有钱,飞着还最崇拜的偶像,就算每分钟失去10亿美金 也要600年才会破产的探险家男主角唐老鸭叔叔史高志 正带着四名外甥跟一名司机,和一位领队兼工人大鼻子 在沙漠里寻找传说中的阿里巴巴的宝藏 很快的,他们就找到一座隐藏在沙漠之中的金字塔 还完全不担心会有危险的,迅速进到金字塔里探险 然后咻咻咻的,一下就找到了阿里巴巴藏起来的大量宝藏 男主角健壮,便兴奋的扑进宝藏里,开始计划要怎么使用 他还非常大方的,将其中一个宝物,破烂油灯,送给外甥女玩 众人也将宝藏打包,准备带走 但这时,突然有一只老鹰飞了出来,还发出绿光变成人心 把扛着宝藏的大鼻子一起抓走,甚至放火烧掉神梯 再按下机关让主角们所在的高台下降,想让底部的蝎子怪物吃掉他们 最后这个神秘人士就带着大鼻子离开金字塔,并对抢来的宝物进行一番搜索 那原来,这位神秘人士名叫巫师王,大鼻子是他派去跟踪男主角的手下 他的目的是想找到阿里巴巴最伟大的宝物,神灯 就是那个搓一搓会有精灵跳出来让你许愿的神灯 就是男主角送给外甥女玩的那个 所以找不到神灯的巫师王,就生气气的变成老鹰,冲回金字塔里找主角们 同一时间,主角们躲过蝎子的追杀,一路逃跑来到一条小河旁 他们就顺着喝水平安无事地逃了出来 而失去宝藏的男主角非常伤心难过 看他这样的外甥女,就打算把神灯还给他 这个举动便让男主角心情好转,还发誓一定要夺回宝藏 就这样过了两天后,不知道神灯功能的外甥们正在玩游戏时 就一个意外叫出了精灵 众人见状,先是吓傻个三秒左右,就马上跟精灵成为好朋友 之后他们就一起玩游戏,像是许愿变出大象当宠物,有吃不完的冰淇淋等等 哦对了,像那种什么有无限愿望或是世界和平,类似奇迹的愿望 精灵是无法达成的,就跟你许愿要女朋友一样 接着,精灵就告诉大家关于巫师王的事情 说他身上有一颗法力强大的神奇宝石 只要盖在神灯上面,就可以无视法则的无限许愿 当初他的第一个愿望就是长生不老 之后又用神灯作恶害死了很多人 而且神奇宝石没办法靠许愿的方式抢走 所以他希望大家许愿时小心一点,不要被巫师王发现 以免为了争夺神灯又造成伤亡 众人听完后也答应他的请求,还善良的说会保护他 不过到了隔天,因为外甥女徐勒格让玩偶有生命的愿望 结果引发大混乱,让神灯的事情被男主角发现 这下子,男主角可爽死了 他马上拿走神灯,许愿要得到阿迪巴巴的财宝 还带着精灵去参加富翁考古聚会 想炫耀一下自己的丰功伟业 可是一抵达会场,男主角准备演讲时 精灵就突然抓着他逃跑躲起来 并告诉他巫师王的事,然后说 我看到巫师王已经追来了 你快点许愿带我们逃跑 否则被抓到的话,又会被逼迫做一堆坏事 而且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当精灵 只想当个普通小孩,跟你外甥过一样的生活啊 但男主角当然不愿意嘛 毕竟一个愿望可是价值连成诶 所以他就决定,要把精灵带回他那个 防守严密的金库里藏起来 可是他在逃跑时,却不小心撞到餐车弄掉神灯 还因为心思都放在巫师王身上 导致他拿错灯也没注意到 至于真的神灯嘛,就很巧的 被也跟来的大鼻子捡走 精灵见状便将计就计 把又笨又贪心的大鼻子当成新主人 想让他去对付巫师王 另一边,逃走的男主角历经千辛万苦后 终于回到他的宝贝金库 但当他打开办公室的门后 却看见大鼻子竟然坐在这 此时男主角才注意到自己拿错东西 精灵也一脸抱歉,说他没想到大鼻子会许愿要男主角所有的财产 所以这间金库已经是大鼻子的东西了 男主角就因为擅闯私人建筑 被警察抓走关进监狱里 不过男主角哪能接受这种事 没有人能抢走他的钱 因此等外甥们来保释他后 他就决定要夺回神灯 首先,他叫外甥们如何躲避金库里的陷阱 让他们进入控制室关闭保全系统 自己在从天而降 直接进到大鼻子所带的办公室里 想偷偷拿走神灯 没想到这时,巫师王近神户奇迹地跳出来抢走神灯 原来他早就用神奇宝石变成蟑螂 一直偷偷跟着男主角了 接着,巫师王就把神奇宝石盖到神灯上去 并给精灵许愿 把整座金库变成他的邪恶城堡 再飞到天上准备回故乡 他甚至还许愿用龙卷风要把男主角吹到地面摔死 幸好在这千军一法之际 外甥们就跳出来 用弹弓把巫师王手中的神灯打飞 再抢来丢给男主角 只是不小心丢歪 和男主角为了捡神灯 就从城堡上跳了下去 巫师王健壮也变成老鹰追来 双方就在空中展开一场争夺神灯的激烈决战 打打一打 男主角就侥幸打掉 巫师王身上的神奇宝石 让他失去法力变回人类摔到地面死掉了 哇塞 你长生不老一个法术都不会是怎样 总之男主角顺利抢回神灯 并许愿让一切恢复正常 大家就平安无事地回到地面 城堡也变回金库 事情就告一段落了 接着男主角就露出邪恶的笑容 因为到了现在 他其实还有一个愿望可以许 所以他就许愿 希望精灵能变成一个普通小孩 过着平凡的生活 替精灵完成他的梦想 同时因为失去精灵 神灯也失去存在意义的破碎坏掉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什么神灯精灵 最后男主角就开开心心地进到金库里 要来做他这辈子最爱的运动 就是跳进金币里游泳啦 虽然没有游到就是了 那其实电影里的对白 全部都是呱呱呱呱呱 你也可以去看看 好啦我胡烂的 看完后我就在想 鸭子都比你有钱 你还不好好检讨一下